今天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到访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天 他今早出席了在植物园以他和妻子路易斯命名的胡姬花命名仪式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抗力 今天早上在国家胡姬花园接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和夫人路易斯 以小马可思抗力命名的这株胡姬花 花梗可以长到70公分高 小马可思今天早上也出席了在总统府的欢迎仪式 并同哈利马总统和李显龙总理会面 小马可思和李显龙总理将共同见证 新非两国多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这是小马可思今年6月上任之后的首个海外访问